咱们今天仍旧跟着樊花去游上海 在建筑里去探紧上海市民洋场的历史兴衰 樊花里面唐嫣饰演的汪小姐 性格爽快 风风火火 非常受观众的喜欢 她在外滩27号的上海外卖公司工作 这栋楼也是一栋历史悠久的百年建筑遗产 它的前身是宜和洋行大楼 是典型的英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 那既然是英式建筑 那自然它确实真是英国的建筑 建造这栋大楼是远东最大的英姬集团 一核洋行这家公司距今已经经营了200年的历史 而且今天仍然是世界500强企业之计 咱们熟知的肯德基毕生客 711美心文化东方酒店万宁 都是一核旗下的品牌 这业务真的是特别广泛 讲回一核洋行的历史 它和和平饭店初代主人沙逊相似 也也是靠着对中国的鸦片帽起家的 它的创始人是两个苏格兰人 威廉扎电和詹姆士马蒂晨 这两个人是爱丁堡大学的校友 威廉扎电学的是医学 毕业后就在东印度公司的船上找了份随传医生的工作 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英国对中国的贸易 其中就包括了利润非常丰厚的鸦片 很多船上的人也都想分一杯羹 但是英国的法律是禁止这种行为的 不过对于船上的随行人员有一个小小的优惠 就是每人可夹带私货两箱 那对于私货是什么呢并没有人管 炸电就是靠这个路子成为了鸦片走私者积累了低筒 在19世纪20年代末 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逐渐动摇 那炸电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1832年他与河国人在广州创办了 炸电洋行就是一和洋行的前身 那后来咱们林泽旭发起了纪念运动 炸电就压里边逃回了英国 但是回到英国后 他还不断鼓动当时的英国首相巴迈尊 让他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市场 之后呢这个巴迈尊就正发动了鸦片战争 那几年后呢威廉扎电去世 同一年呢上海一和洋行成立 成为了最早进入上海洋行之一 那一和洋行迅速在中国取得发展 被誉为当时洋行之王 产业覆盖了多个铺上空岸和纽约 后来一和洋行取得了 外堂27号土地照 建造了第一代的办公楼 在多次重建之后 1955年被上海市房地产局接管 分配给外貌鱼 以及相关所有单位使用 那在繁华中呢 邦小姐所在的上海市仿制品基础公司 也就是那时候搬进这栋大楼的 上这80年代呢 大楼又加盖了两层 就形成了咱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正在这栋楼呢 属于上海九市集团 里面有九市美术馆 罗斯福公馆 以及多家高端餐厅 所以啊 外堂27号这栋楼 真的是挪挫了上海200年的新摔石 怎么样 下回还想看哪栋楼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北京方家的伦敦 咱们下回见